洗臉落草店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今天要推出 你有吃過煙燻鯊魚煙嗎 那是我一直的最愛啊 真的啊 尤其我們吃陽春麵 一定要配這個煙燻鯊魚煙 真的啊 昭和街口有一攤台南藝麵 它的鯊魚煙就是配陽春麵 那今天為什麼菜是鯊魚煙 是這樣子的 就跟貓狗大戰一樣 貓狗大戰 這個機車組跟汽車組 永無止息 的一個征戰 就是到底騎機車好還是汽車好 那汽車罵機車 機車罵汽車 歡迎我們這一群 機車跟汽車的來賓們 耶 機車好了 這是機車 機車最棒 機車 這個你開車你還是機車啦 對啦 他是各有堅持啦 那汽車組今天看起來比較弱勢 還有一個在路上 還有一個在路上為什麼呢 小魚煙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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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車就先有這分數 找不到位子嗎 可以了 騎機車就沒有塞車的問題 如果要騎機車的話 半個小時前就到了 對 他現在開車 假的 他現在塞在半路上 而且停車有麻煩 可能你要再塞一下這樣子 好 我們一開始來聊這個 汽車組啦 就是因為有人 其實他不是買不起車 他車也好幾台 沒有 我們就真的是買不起 沒有 你看別人 真的不錯 真的是小魚煙燻 因為老師來師現在很貴 真的買不起 Bedley 但是他們寧可騎機車啦 對 他們可能就覺得方便啦 那開汽車也有開汽車的一個道理啦 那強強不用多講啦 強強 他就是當然啦 家裡面就是全台灣最大的汽車行 對 沒有 其實我是18歲 只有考到駕照 我爸就馬上直接 就是只能開車 來 我第一超一台這樣 就是從來沒有 我頭髮是直接買一台適合我的 那就從來就是 他不讓我騎機車 因為他認為機車是肉包鐵 對 那我們開車是鐵包肉 那我前幾天為什麼我真的打死 我不會再坐機車 甚至連坐機車我都不坐了 因為我前幾天錄完那個 三立的一個節目半夜 或讀到半夜一般就終於到任務 對 那我就 那我就從舊中路過來 要右轉心到回家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個人就是躺在路中間 然後他有外套蓋住臉 但是他沒有死喔 沒有死 然後一台 旁邊是一台賓士車 然後這個人 我想說他從哪裡掉下來的 然後那個 然後我在往右轉的時候 看到一台重機 就是重機 重機你們真是非死其傷 就是 你只要出去真的都是這樣子 他的那個車頭 直接已經變成逆向的 然後你知道地上是什麼樣東西嗎 地上是他的肉泥 就一塊一塊一塊 不是啦 你吃過 真的假的肉泥 然後重點是只有我一個女生 我就很開回家 我還要再閃 因為我想起紅燒獅子頭 這樣子是我還要閃他的肉泥 因為我怕會壓壞他的肉泥 然後我再回頭看一下那個 躺在地上那個重機騎士 他的腳啊 褲管是這樣沒有空的 空的 然後就像我平常沒有穿褲子的那種褲管 他這邊都是血肉模糊 我沒骨頭了 被壓了 血肉模糊 然後鞋子一個是飛在很遠的地方 空的 跟他講那個恐怖變成奇蹟 所以你們說 這是奪魂劇嗎 所以你們說 我看到這個誰要在騎機車 對 嚇死了 本來那個賓士車主 還在那邊打電話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沒有任何 那個警察跟救護車都還沒來的狀態下 所以他還在打電話 人好好地站在那 可是你自己看他車子 其實沒有傷害嚴重 那機車其實已經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 那我爸也是18歲就說 你就是不能 沒有辦法 所以你只有機車道都沒有 我沒有機車駕照 那你現在開一開應該開了 我開了12年了 我生你的車 那18加12歲 你現在30歲了 我30歲啊 所以說我不能 你承認我年紀啊 都沒什麼東西啊 人家才沒有 他才不在乎 你開12年的車子 我也夠了吧 我手都可以了解了吧 太脫一下 我只是隨便講一下而已 對啊 最重要是他不懂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打入入入口的事情 我是有在家 祝福你們大家的耶 告訴你 有些不好的事情不要做 要小心為妙好不好 小心為妙 就是你啊 拜託一下 嚇死人了 我必須肯定今天這個衣服很漂亮 聽不下來 衣服很漂亮 衣服很漂亮 這個你不懂 他開車的話 他裡面可以不穿 對 而且我開車裡面還要直接換衣服 他有一個 我可以先換衣服 民窮限制你的想像 他也要真的 他以為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空間 可以啦 又麗也是開車主義的 對 我也是 他自己開車才七年而已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長大之後 一定要交一個會開車的男朋友 結果一直都交到沒有車子的男朋友 所以想說 沒關係我自己開 靠自己 對 我是 小時候我爸就是騎摩托車 他是坐在對面的 但是我從小就常常看到他 比如手擦傷啊 或雷殘的 就渾身是傷回來 甚至手有一次還差點骨折 反正我從小的觀念就是 騎摩托車真的好危險 像我們作為演藝界人士 或是任何人 我們都是靠外表在吃飯 不要說外表 我們的生命成可貴 真的很重要 皮肉不能受傷 對 在台灣的事故死亡率 汽車跟摩托車比是 1比2 就是機車的死亡率 比較高 多一開車的兩倍 所以我這個數字看下來 我都覺得 作為我們要為自己負責任的人 一定要開車 所以對面這一群 等於是性婚者就對了 對啦 今天我們把這個 但是我們這個 經過大規模的調查 得到了幾個這樣的一個結論 首先我們來看這樣子 就是汽車族對機車族的不滿 好 歸納下來 有三大不滿 好 我們依序來看好了 來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什麼 好 有鳳就會鑽 沒錯 就是其實他們不管是 你們這種機車族 就是我們就在停在那邊 好好停紅的 他們就一定要衝到最前面去 然後有時候那鳳真的最小 他就是這樣衝過去 把我的後照鏡直接往前 砰撞 而且有沒有 他一掃到人一定不見譚 對 然後他也不會幫你 把後照鏡搬回來 他一定會把你刮傷 好幾次都這個樣子 你們搬回來 其實我們不是要吵架 但是就是說 這個當然是特別 因為你今天穿得太漂亮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吵 但是我是覺得說 那個是特殊狀況 那是因為你 你把他撞到 但是基本上 有鳳做磚 這個有一個小小的BUG 就是我們不叫磚 磚是有接觸 有摩擦 磚目取火 兩根棒子接觸 那才叫磚 我們要活塞暈倒 我們那個叫經過 經過 你停了 我經過 那你經過 你經過 你碰我的幹什麼 你幫我破掉 我就 都破掉了 以前迪歐講完 在沒有碰到的原則 對不對 而且問題就出在 機車前面 我們馬路前面那個 就那一格 那一塊就是我們停機車 我當然要停到這個地方 我當然要鑽 鑽不過去的就算了吧 不要硬鑽 如果我們不鑽 整條交通都會堵塞 假如我停在你旁邊 因為後面的會發我們 沒有說你們不鑽 是叫你們不用 沒有那個縫沒那麼大的 不要硬鑽 對 現在我們在公術會吵 熱烈啦 只有一個人不知道我們在吵什麼 對 男朋友 謝謝 不要說我不知道 我現在其實 沒有太多的機車 一直抄我的前面 一直鑽 鑽過去的時候 有時候還要把我們連一下 而且我們修後照鏡 其實要花很多錢 很多錢 但是那個是因為 他們那些美品的騎士 但是我們如果說真的 我們能夠走 因為你們紅燈了 你們卡在那邊 你不能動 但是我還可以走 為什麼我不走 對啊 但是我要說的是 通常他們能夠鑽過去的時候 應該車道是長這樣 對 我們車子停好 這樣子對齊停好的時候 他們要超過去 基本上他們都是壓線 對啊 因為要壓線才有辦法 到前面的小方格 對 先生 你知道你違規了嗎 對 這個我們以不違規為原則 以不違規 你坐在馬鈴鐵 不插到你的車子 都是我的事情 你就在裡面繼續塞 我們能夠過就過 這是一個人生積極向上 往前衝的一個理念 真的很真相 破壞 正氣 讓我們花那麼多錢 有時候一兩萬 機車主講究 我曾經紅燈我就停 然後 我就知道死人了 後面的機車已經撞到 我的後保桿了 好啦 果然一如我所預料 那個機車 從往前 他走了嗎 那當然我就想說 跟他好好說一下 所以我就追他 他大家想這樣轉 他就不想被你追到啦 他到一個地方提下來了 我一下車 保修場 我誤會他了啦 他引路來讓我的車到保修場 他知道撞到你 到這裡哪裡可以修就對了 他只是沒有先講 但是你們是跟上的這樣子 OK 我覺得好 如果大家的技巧都很好的話 OK 不要碰到我們的車沒事 那我覺得有時候就會遇到 我不想說 但是他就是女生 這樣我們很容易遇到三保 那有時候車子跟隔壁 我那一次剛好是公車 停在我的右手邊 我的屁股 我們的屁股是分比較開的 但是車頭其實比較窄 所以那個女生一轉過來 想要鑽我跟公車之間的縫縫 之後發現 到前頭鑽不過 但很多時候 由寬入宅男 對 那時候我已經是在第一個了 我再往前的話就會碰到前面機車的屁股 所以我就沒有動 我就想說 好 等到綠燈的時候讓公車先走 我跟他都不要動 他再慢慢走 沒想到綠燈一亮 他馬上就跟著公車一起往前 所以他就變得更窄 然後呢 他就整個人連人跟車 倒在我的車頭 不敢動 天啊 可怕 而且公車還在行駛 我整個就很怕他被壓成肉泥 所以我的車就不敢動 結果 不要動 我覺得不管為什麼 車子跟機車只要有擦撞 所有人都覺得是我們 煞車錯 都煞車錯 我們跟妳說一下 妳知道我們開車的時候 要是我可以 其實說真的 妳要真的要鑽OK 妳要有爽快的 怕怕 OK 最怕的是那種 騎到旁邊 妳是靠很近 她轉來 對 在那邊抖 她還要喬位 還要喬位 她要喬位 我有遇過一種是 這樣子鑽過去明明就很近了 卡過去之後 後面的人還搬椅子 我移過去 我這樣有什麼好鑽的 那個是例外 那個是技術不好的吧 而且妳現在有很多那種 那種快遞 它其實前面過 它後面還有一個大箱子 大箱子 那個會跑到 可是妳說 我要吃蝦子 交給是外送的 妳就後面莫名被熊貓打一個臉 對 可是妳現在想說她很辛苦 妳又不好意思 對 當然 妳知道妳剛好遇到那種很辛苦 賺辛苦錢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啊 大家各退一步 可是我講這個 長江為什麼會搞到三天不趕回家 沒有 因為其實是我很建議 就是機車常常就是為了快 他們不減速 有時候那個十字路口有沒有 可能小巷的十字路口 他們不減速 你還不會說巷口看一下 有一次我的 有一次我要經過一個 不對稱的十字路口 它可能比較斜一點 然後呢 我的車已經出來那個巷口了 我已經在煞車 雖然說 我確定我左邊沒有車 但是我已經覺得比那個騎 摩托車的歐巴桑慢很多 那個歐巴桑我已經看到他 完了 他過來了 我心裡就想說 這個一定撞上我的車 我心裡面就挫賽了 因為我已經看到他很快 還不減速喔 但是我已經快停下來了 他直接撞上我的車輪子 然後整個人飛鋪在我的檔車 摩托裡上 這樣成龍 你就是飾演啊 你沒有安全指紋喔 你就是摩托裡 如果是你想太多了 OK 但是他是歐巴桑耶 對啊 而且他主要 他這樣趴在上面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完了 完了 那旁邊再一個朋友 我先下車就是先看我的車 我的車 下面的輪胎面凹一個下去 可是那台車是我爸才 剛剛新買給我的 我想說這完蛋了 我只要這台車回家 我爸絕對會讓我 這輩子不能開車 因為他們會很擔心 我跟歐巴桑說 快點解決 這件事快點解決 我不想報警 我就開了那台車 我說你也冷沒事 那就算了 我這台車我自己想辦法 那我就那台 那個車我送休三天 到那個休禮場去 我三天不敢回家 跟我爸說 我去南部 我去南部那個 有那個理由啊 理由我開車 接朋友 你再接出去玩 不是見朋友 車不能接人 車我爸不能接人 我爸說車有人不能接人 這個會有刑法責任 他說你 我說我去南部 我要去玩 我帶朋友去玩 南部三天再回來 三天回來 我跟朋友 我朋友說三天絕對幫你修好 我真的在休禮場弄很久 這樣三天我再把他開回家 沒事 怎麼事都沒發生 安全 這個事情就是個秘密 但這件事情過好幾年 但是我主要重點是 機車主不要在巷口 都還要硬衝 也不看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真的我們都停下來了 他們撞下來 其實還會變成是我們的錯 真的 來 汽車主控訴機車主 第二條是什麼呢 怎樣 什麼 都是機車道 對 我目離奇妙 我其實很常遇到就是 尤其是車多的時候 我旁邊就又是一台卡車 那明明它在機車車道 沒有那麼多車 可是我就會看到 一兩台 兩三台 三四台 一整路這樣蛇形的 慢慢行 非常優雅的遊移 在機車 進行機車的車道上 其實我有好幾次 我都在想說 如果我再顯一點 我心再壞一點的話 我就把所有的行車記錄器拿出來 只是去檢舉大家 但是我就覺得 騎摩托車的人 應該都是生活比較辛苦的 那我也覺得 做這些事情真的很麻煩 無聊 沒有必要的 對 所以就算了 你看看我們這些人 光看穿上去 我們真的平衡 不要這麼說 可是我真的要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覺得 是因為你們很多時候 也在機車道 例如你們要右轉 可是我們雖然要聆聽 大家都會有救 可是因為上面沒有寫 進行汽車 對啊 而且有時候是因為 你們把那個車道都已經鑽得 亂七八糟 我們只能到旁邊硬鑽過去 再往前面走 因為你們會比較慢 右邊真的車道 都是一堆零停車 我們根本沒辦法開 沒有 機車組是被逼的 我覺得零停就算了 然後有些那種開明車的人 他們有時候開車門 還會自帶音效 然後就自己以為很算 對 這個是比較危險 就是連後面都不看 我自己這樣開車門 通常三線道的話 其實我會叫我老婆 盡量騎中間 因為右邊 我很怕那個門打開 對 因為你騎中間 你至少還有一個反應的區域 對 可是你騎邊邊 我老婆一直覺得說 就騎邊邊就安全 我說安全個屁 會一直被擋住 一開門 有什麼狀況 或者衝出來 這是瞬間的 你總是會比較麻煩 對 因為很多計程車 公車全部都會往右接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對 我曾經有一次是這樣 他正在鑽的時候 他從我停在這個地方之後 他往我的前面 左轉直角要鑽過去的時候 被我更內側的阿伯撞到 對 他們只要鑽的時候都不看路 有一種騎車的老大 就叫阿伯 對 因為阿伯覺得說 他吃過的鹽 比你吃過的飯還多 所以他走的路 絕對比你正確 所以他走在快車道就算了 他走在快車道的內側 靠近安全島的地方 這個我承認 然後你看那些 有些人急著要送貨的時候 他一停車往內鑽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車子停在這個地方 剛好是死角 他一左轉 阿伯就 看不到 就來啊 對 我們真的要幫機車講話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左右為難 你要看 剛剛培瑤講的也沒錯 右邊又是公車 又是一堆零停 我們又不能往右 這時候我們稍微靠左一點 想要再切回右的時候 汽車不給過 所以我們只好就有點偏快 就左右為難 有時候他們還要右轉 對 那有一次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停紅 因為那時候我只好 就是被逼車逼到 只能停到快車道了 結果就有那個汽車 汽車直接搖下車窗 開始罵我 國罵 台灣每一個路口亂 同意的路口 機車族都覺得 他是他的起步賽車 倒數剩10秒的時候 就看到 在這樣 有 他在那邊吹 他到10秒 他自己還可以音樂 他在那邊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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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熱炒 D 汽車直接搖下車窗 開始罵我 國罵 汽車開始罵你 對 開始罵我 就說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然後怎樣 你停這樣子 誰樣子 你以為 你不是三寶什麼 然後狂罵喔 那個紅綠燈70秒 他就罵滿70秒喔 我們也常被機車主罵 還被機車主比中指 機車主還會拍車窗 這個人 很多人各有問題 真的 我就覺得他是怎麼了 我就這樣給他罵 然後全部那個 你知道停紅綠燈 都在看我背嗎 好尷尬喔 對 所以 其實要罵滿70秒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他又是個勞蛇哥 在地表有這個功力的 就是 羅莉塔 70秒 看狂龍有沒有一直罵 對 那是特殊案例 對 好 來 汽車主控訴機車主第三條 硬要搶右轉 這件事情其實是 機車很危險 對我們來說 汽車其實也還好 就是被刮到嘛 對 有好幾次 就是我們在右轉的時候 你們知道 我們要右轉 左邊的來車 是我們要最注意的地方 因為很容易出去走太快 就會被來車撞 但那時候常常就會遇到很多摩托車 他就會突然從右邊 想要拿我們當擋鍵盤 就從中間很快的這樣 因為要撞 也是先撞到你們 對 然後他就要從右邊這樣 鑽出去 但是他都沒有想到 如果我們沒有看到他的話 我們的右車門 是可以直接把他給撞 因為有那個內輪差 對 有內輪差 這個要強烈譴責 因為我們的眼睛是一直在看 左車道來車方向的 我們這個承認好了 這個有時候浪一下 沒有 因為有 要浪一下 有一些汽車 有一些汽車也很詭異 它切得那麼外面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車道 明明就可以這樣 是不是 那是你認為的 但是你不知道我們有多想要 靠近內車道 靠近外車道 而且機車其實 我真的很介意他們每次 就是好 我們大家都是 我要往右邊轉 對 但是很多機車 他們都在這邊 靠近最右邊的地方 他們一定要執行 那好 我執行 可是我已經打右邊方向燈 我要右轉了 我就在那邊等右轉 好 慢慢 然後說一機車 一直過 好 那我說 那我放一下煞車 我也要告訴你們 我也要過吧 過的時候 然後另外那些 就是還要衝出一台機車 這樣惡狠 瞪著我 這樣子 真的 好幾時候這樣 那我就 我也要惡狠瞪他 我就說 是怎樣 怎樣嘛 我已經打右臉 他讓燈 你又怎樣 不用這樣瞪他 因為都看不到 他讓他瞪著 他往前面 安全帽也戴著 沒有 他就是 他就惡瞪著我 我們四目交接 因為我前面是擋方玻璃 他就直接回頭 二頭都好像是我要撞他一樣 我已經打右邊方向 但你就不能讓我過嗎 就讓人過那麼久 這個不用這樣 所以要讓你 你的力量 對啊 然後 然後你們最 我已經 我已經 右邊告訴你 然後右轉 你還要踩一台最後面的 然後還要瞪我 還要這樣跟我兇 我不懂什麼的 急什麼 我真的覺得是上術 這種人就讓他 你要幫機車講的話 因為其實 大太陽天騎機車人 都知道 我們真的是太陽天那個 騎到會有點中暑的狀況 有時候看到樹蔭 真的會不小心 這個是微髮的 然後一下 右邊滑 乘涼一下 然後呢 順便腳還會 潰在旁邊的那個 腿部 就是這種 對 然後我就可能 潰在那邊的時候 後面的那個氣車一直 然後就是 有點類似這樣子 要逼車 因為他要右轉 可是其實 我覺得他那個時間根本 就那時候還沒有要右轉 對 那個右轉燈 其實還沒出來 就已經把我們逼得 快心臟病發了 然後我就為了這樣子 我就要陪著他右轉 因為我不轉的話 他轉不過 你被逼到跟著一起右轉 對 其實我沒有要右轉 然後後來我就這樣 轉了好幾軒 繞了好多路 但有時候真的是 體諒一下 我們有時候真的就是 躲個太陽 大熱天 對 很熱 太晒 真的會晒暈 而且最怕的就是這種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時候停的地方 你知道 離前面的線 還離了二三十公尺 對 而且他在前面 也空二三十公尺 對 我們體諒你 我們後面一堆人在巴我們 他以為我們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最重要是 我們有時候騎過去 停在前面的時候 例如說 紅綠燈一行的時候 我們多少會看一下 右邊有沒有行人 他很厲害 他從前面 看到我們在等行人 他直接從我們的 左邊尻出去之後 你知道騎機車有一個 叫大彎進小彎出他 他們很愛 大外哥 看到行人一過去 馬上 摩膝蓋有沒有 左邊推我們 扶過去 我們在前面 我們在前面 他就從我們的座前嗎 看過有人摩膝蓋 摩膝蓋 摩膝蓋 他會有消息 我看過一次 可是你講 摩膝蓋 我跟你們看 我看過 你知道摩膝蓋 我覺得還佩服他 我覺得這個技術好 有一種是想要壓車 但是身體都壓出去 車還在中間 他那個是假的 對 假的 假壓車 假壓車 你壓出去咧 假壓車 我跟你講 每一個台灣每一個路口 紅綠燈路口 機車族都覺得 它是它的起步賽車場 喔 以前說實在 以前就紅綠燈嘛對不對 以前現在開始有那種 有沒有倒數 對 倒數 以前沒有倒數就算了 現在有倒數 剩10秒的時候就看到 等一下 有 耍賽 沒有 沒有這樣吧 那到10秒 自己來配音樂 對不對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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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的機車的駕駛還好 有一些人就滑手機 也不看燈 對 就一直滑手機 一直滑手機 明明大家都要過 他還在那邊滑手機 滑手機 我跟你講 我在那個 和平東路 跟東話南路交叉 以前叫梅花戲院的路口 看過一個騎景 他就是這樣子 以前騎追風嘛 追風不是這樣騎嘛 對不對 就是跑車型的 後面的比較高 要這樣坐著 然後你知道 男生再男生 撐那個前面會等很久 對 撐到很無聊 撐到很久 他就說算了 然後一起 然後前面那個 雨的一輛一騎 哇 壓高了 後面整個後宮班 我再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跪在地板上了 迴弦 挖一圈嗎 挖一圈 就是一圈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我們那個倒數 其實說實在一點 摩托車不要急 所有的衝出去 不要急在現在 慢慢騎出去就好了 平安最重要 平安最重要 大家都守規矩就不是這樣